好了,你现在在听的是《神芒第一线》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看看订阅状况,《魔王》片子车辈子,《灰沙冷气》 和主持人的个人频道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 也希望大家帮忙把直播节目和节目分享出去 多谢大家的支持 两方说香港以前也有以残疾人士高价卖工艺品 得款下落不明 有时候这些情况很快就会曝光 如果它本身有问题的东西 就会曝光的 不是说你搞了20年也没问题 突然之间又有问题 这些想起不是很想得通的 也不是很讲得通 有些人就说,当然你弱智吧 那我没办法了 如果是这么说,我没办法了 还有,你现在没有人听的 收皮吧 要不要帮一下你 有时候我听到这些东西 我觉得真的很麻烦 接着还说 我好声好气跟你说的 有时候这些更难听过粗口的东西 你说好声好气跟你说 其实真的 说真的 有些东西 冤屈大家都会有 没办法 为什么会讲一下这些东西 其实突然之间想起就讲一下 没什么的 现在讲一下 封面的话题就是伊朗 伊朗他们比较开明派的总统候选人 就选到做总统 其实伊朗的总统不是真的说到事 其实他有一个最高领袖 最高领袖就是哈梅内伊 但是现在选到总统的 佩泽习基安 这个译名叫佩泽习基安 他在星期六的时候就选了做伊朗总统 19年的时候 他曾经在 伊朗的改革派总统 那个任期之前 对不起 不是19年 是19年前 19年前 他在伊朗最后一个改革派总统任期里 做过卫生部长 这个人 那好了 伊朗改革派 他在总统选举上是有限制的 那么 这个佩泽习基安本身不是改革派的理想候选人 但是当然伊朗改革派的人 看到选举有希望就放了他上去选 那么伊朗的宪法就是怎么样呢? 所有总统候选人 一定要经过伊朗宪法监户委员会的审查 那么那个委员会呢 就对改革派一直有偏见的 那么Campson Law就说 伊朗人民都想求变 所以我之前说的没错的 就是其实 整个中东他们都想和解的 他们是想和平的 这个大趋向是你改变不了的 这个大趋势其实是大家都想和平的 现在是有部分的人是不想和平的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想和平的 刚才我说的19年前是错的 是19年前的 这些资料我看错了 这个伊朗的宪法 他们对1997年到2005年执政的改革派是很大的偏见的 其实到现在也是这样的 过去三届选举都是 就是所有出名的改革派候选人 都被伊朗宪法监务委员会取消了资格的 那么改革派里面那些不知名的人才有机会参选 在保守派的对手不平衡的竞争里面 不可以赢到选举的 这是现实来的 当然还有就是 这个来西 来西他今年5月19日的时候 直升机失事 都没有了一条命 其实有些人认为 应该都是保守派会赢的选举 其实就是 因为那些人都觉得 那些改革派都赢不到的 这个配扎习基安就是六个候选人里面 唯一一个政治立场和保守派不同的人 他是不是一个可以改变伊朗的人 其实是很难的 为什么呢? 因为伊朗最高的领袖哈梅拉尔 或者叫哈米尼 他本身就是一个原则主义派系出身的人 这个原则主义派系 他跟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关系 是很密切的 那来西死了的时候 其实人们都估计是保守派上的 这次就很奇怪 这次呢 结果呢 就是变成了一个改革派的人上来 伊斯兰革命围队和他下面的武装 这个巴斯基民兵 其实在过去几年 都是不断地镇压抗议的活动 他不断地镇压抗议活动 现在当然有些人就说 这个伊朗 他会改变他们的方向 但是我的看法是很难的 因为哈梅来伊 他到现在实际上是实际持续人 之前的总统莱斯 其实就... 莱西 不是莱斯 我说了 拉什 他叫拉什 他是莱西 他... 在他任来 很多社会上的示威 那些 但是他也是用严厉的方式去镇压的 而且他做了很多事情 就是在社会上搞很多伊斯兰式的政策 就是对女人很严厉的 对女人很严厉的 结果... 如果大家记得 就是2022年9月 他又有个年轻女儿 拘留的时候就死了 其实之后 整个伊斯兰共和国政权 都有人在这儿双叉的 接着是很多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那些神职人员 他们当然是用暴力去处理事情 六个月的街头抗议过程 死了多少人? 是五百多人的 这些数字在人权组织报出来是不是真的? 就算你打过五折也很严重的 六个月街头抗议可以死五百人 那你就可以知道他们 执法部门是多么暴力的 好了 那这个... 年轻人有没有死? 人权组织就说死了六十多个18岁以下的年轻人 那其实... 2022年到2023年那些反政府 他们摆明是反伊斯兰共和国政权的活动 那伊朗是拘捕了很多人的 那些抗议人士都拘捕了 年轻人士很多人都拘捕了入监狱 然后就判了四个人死刑 伊朗是很严重的 那... 他用这么重的手去打击抗议活动 那街头抗议活动就停了 其实... 伊斯兰这个共和国就保住了 在他们的角度是 但是... 其实... 那些抗议活动之后的平静 在伊朗那里表面的 你严厉镇压其实是令人很愤怒的 但是这个不是最主要的 是经济的困难 其实伊朗经济很不够 不满情绪是很厉害的 那前总统萊西他的直升机失事之后 传了出来就是 你要搞总统选举 其实... 给人的感觉也是危险的 现在伊朗里面有很多 反对派的人在坐牢 其实就是 那... 那... 在坐牢的人 那... 当然是要颁一些诺贝尔和平奖给他 其实... 你沒辦法勁罵諾貝爾和平獎派給伊朗的人 因為伊朗做某些事情是很離譜的 有些人將伊朗和中國類比 我就說是不能比的 伊朗很殘忍 我告訴大家現實的 經濟又不好 政權是很殘忍的 當然你不可以說干涉別國內政 但他們其實某程度上是捕虐的 是很離譜的 如果你說香港警察是很有問題 我就告訴你香港警察的問題真的不大 1919年那件事搞了九個月 嚴格來說是搞了九個月 因為到了2020年年頭還有一些事情 整個修律風暴大概是九個月 沒有死人的 真的是 這是告訴全世界的人 香港警暴的那些全部都是狗說的 不好意思,我也不想這麼說 Lavadoggo 香港搞了兩年都沒有很大的事 其實沒有搞到兩年的 其實整個修律風波一開始收皮 大概是九個月時間 大概是九個月時間 因為之後疫情有限制之後 其實他們都已經收皮了 整個事情是九個月時間 當然這個 改革派,尤其是伊朗前總統 這個Katami 他 就強力支持 這個配襲襲基安 其實 這場選舉 就變成 叫人投票 還是叫人抵制投票之間的博弈 雖然投票率是很低的 第一輪選舉只有40% 配襲襲基安和賈利利就第二輪投票 結果配襲襲基安就贏了 賈利利就是最強硬的強硬派人物 這個賈利利 他在伊朗前總統內賈德任內的大部分時間 他都是做伊朗首席核談判的代表的 他做到2013年 有很多人都說 賈利利和最高領袖是在一起的 有些人覺得選舉不公正 結果呢 其實選舉不公正的 結果呢 現在就沒得說了 因為結果選了一個人出來 跟最高領袖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人 其實就是 配襲襲基安他現在做總統 他答應了一些事情 就說會改變一些政策 他有什麼承諾 那配襲襲基安的選舉策略核心呢 他就是攻擊保守派 反西方的外交政策 他有找其他人的 他曾經做過伊朗外交部部長 他曾經做過伊朗外交部部長 他做核談判 本來澤利夫也不是改革派的人 但其實他是學術界的人 結果他也是支持配襲襲基安的 其實這個配襲襲基安的宣言是怎樣呢 他的外交政策 就不反西方 也不反東方 他就是這樣 這個內西 其實 他們也做了一些事情 親近俄羅斯 以及親近中國 其實中國和伊朗 正常的交易是會做的 但是有沒有說真的要幫伊朗 其實是沒有的 不過現在很多時候西方當然會冤枉中國 說中國幫他們鎮壓人類 這些全部都是亂說的 那麼 萊西在任內 他和俄羅斯的關係 他把伊朗的關係和俄羅斯拉得很密切 那麼 嗯 萊西的看法是說 他只能夠親俄羅斯 親俄羅斯才可以令西方 和伊朗談判 去放鬆制裁 去解決經濟問題 但是實際上 其實不是這麼想的 其實就是 這個 很有趣的 這個就是 他們這些人 現在改革派的人 是不是真的可以和西方談判 未必不行 但是 這個最高領袖就罵了 哈梅內伊 就說那些相信通過和美國建立更加友好關係來實現繁榮的人 就是被美國欺騙了 他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就是因為之前伊朗其實有遵守核協議 但是之後美國是退出了核協議 因為是川普搞出來的 哈梅內伊他在伊朗的憲法裡面 他是有最高的地位的 哈梅內伊他是影響了整個伊朗對不同國家的關係的 現在選了出來的總統 他也是說要解決核疆局 但是有沒有解決得到 這就是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現在出了一個抵制運動 抵制運動 就是反對現在這個新的總統的 他就說伊朗的政治結構裡面的總統 就沒權調整外交政策 這是有理據的說法 這是有理據的說法 為什麼有理據呢 因為伊朗的中東政策 以及伊朗革命衛隊的外部行動部隊 叫聖城軍 他們是控制不了的 伊朗是控制不了他們的 只有最高領袖可以控制中東政策 以及聖城軍而已 哈梅內伊他講了很多次 就是說聖城軍的行動 對於伊朗的國家安全理論是最重要的 其實就是 在10月7日上年哈馬斯封了以色列之後 伊朗的其他代理人 他伊朗政權的代理人 在不同地方都搞很多事情 其實在過去8個月伊朗還是繼續支持哈馬斯 也支持胡塞武莊 他們支持胡塞武莊做了什麼呢? 其實就是破壞了紅海貿易路線 伊朗是害全世界的 伊朗不僅是害西方和以色列的利益 他們的胡塞武莊 其他國家的船都照射的 什麼國家的船都照射的 那麼... 伊朗總統其實他有沒有辦法影響到外交政策 他是有一點點影響力的 因為... 伊朗最高級別的外交官就是總統 因為他可以外訪 外交部的政策實施和制定是有影響力的 但是... 問題在上面還有一個最高領袖 就是哈梅內爾 他是控制了整個中東政策和勝成軍的 那麼究竟美國是不是真的欺騙了伊朗? 我認為川普選了總統 這是一個偶發事件來的 就是美國的建制派 在一個不適當的情況下才被川普偷到雞 他有些事情是做得脫脫漏漏的 就是希拉里和川普對選的時候 希拉里他們的團隊有很多事情做得脫脫漏漏的 這就是美國建制派的團隊做得脫脫漏漏的 那麼... 川普才會插隊進去做總統的 就是美國的建制派 其實我的理解到現在都很抵制川普做總統這件事 那麼美國的建制派是什麼? 他們當然是以賺錢至上的團隊為先的 這些是... 是嗎? 那麼... 伊朗他們現在當然的情況... 我到現在都認為他們... 做了一些事情其實都是傷害中東的和平的 不過... 有些人當然不是這麼看的 我都要說 那麼究竟有沒有辦法 說服哈梅內伊 去繼續嘗試跟美國去談核協議 2015年的時候 中間派的總統 這個... 魯哈尼 他就說服了哈梅內伊 接受了伊朗核協議 那麼... 這個最高領袖是不是他 只是說了算也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政府其實可以影響... 因為他們有影響力的 不是完全沒有影響力的 他們那套制度很奇怪 你不在那裡就覺得奇怪了 他們可能那套制度有他們的好處的 那麼他們... 政府就可以影響公眾輿論的 其實是可以影響得到的 那麼... 也有可能他推行到一些不是百分之百配合 或者符合哈梅內伊立場的政策 他們是可以推得到的 那麼... 現在是不是真的有機會可以做到的 這次這個改革派政府呢 他就沒有說... 伊朗會搞得更加自由一點 更加民主一點 他不會的 其實... 現在他們能夠搞的事情 只能夠在他們有權力處理的範圍裡面 做很少的事情 那麼... 還有就是... 他們的喉舌 即是改革派的人的喉舌 那些報紙已經撿走了 是撿走了 之前是被那些... 強硬派的人收了那些報紙皮的 那麼好了 還有就是... 道德警察的問題 改革派有沒有辦法改變一些法律 譬如審查法或者道德警察相關的法律 其實是改變不了的 其實是改變不了的 其實呢... 伊朗有很多人 我認為都是很反西方的 其實... 因為... 你看看有多少票是投給了那個賈利尼 那個賈利尼可以說是很刺激的人 賈利尼他的看法就是 認為伊朗是需要更加反西方才能確保伊朗的利益 其實就是 他是拿到一千三百萬張選票 那麼這個... 佩澤習基安 其實他只有一千六百萬張選票 其實不是真的比... 那個賈利尼很多票 其實就是 那會不會繼續反西方 我覺得會溫和一點點呢? 其實就是 但是... 這個新的總統呢 我的看法是他未必能做得長 我的看法就是他未必能做得長 為什麼呢? 因為他跟哈梅內伊 他說的話已經是差太遠了 其實有部份的事情 尤其是在外交政策已經差太遠了 他們現在說不反西方不反東方 其實哈梅內伊有沒有可能接受 我也是覺得是一個問號 好了,算了,我講到這裡 不好意思,其實可能講到一些事情 令到有些人不快 不要緊的,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晚九中聚再見,盡量安排 就這樣,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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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